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一下三位 欢迎张佑连 欢迎小白 欢迎紫杰 来到Vivo三个少年 小宋一开始一直有一个好奇的问题 说想问你们三位 请问 三位老师是怎么结为朋友的 也称不上朋友 其实 差不多就这样吧 对 前头是而已 就拍了一个戏 然后关系就变得非常普通 好像显得有点不得已 是啊 不得已成为朋友 今天主要聊的方向就是卷分唱平 是 卷分好几种 一种是我们其实不太提倡的 就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内卷 其实想想其实挺吓人的 还有一种是我们认为 它是对自我要求的一种就是自卷 我觉得小白是一个特别自卷的人 还确实 对 我是个自来卷 自来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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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好多事 主要还是演戏 偶尔唱唱歌 偶尔出来对健身 然后也会做自己的品牌 但这其实都是我自己的爱好 就是也没有说特意要求自己一定要去做这一件事 但我觉得你要求自己的点是在你做一个之前你一定要把它做好 对要不然为啥也要做呢 对对对 你健身啊会有什么让你觉得这是我自卷自来卷的一种体现 像我健身很简单 但凡出一滴汗 今天效果达到了 非常满意 不相信 你知道吧 哪怕是别人挥洒到你身上 到位了 对可以了 你有什么自我要求不 我自己可能还是定量吧 因为有时候拍戏只有零星这个阶段的时间 能练十分钟 然后一会休息的时候再练十分钟 包括在现场有很多等的时间 在等的时间里面你可以借个陪众什么的 就顺便就练了 用零零散散的时间 就保证差不多一天有一个小时的锻炼 我觉得就很舒服 加一块 就不是说完整的一个一个教室 然后上面去到你 那拍戏间隙不应该都在那个椅子上摊着吗 我都摊着了 你看看 你看躺平的油 你看 就是习惯了一点 就是坐不住 我属于那种坐不住 我希望动一动 要不然又困 零星时间全部都拿来运动和健身 对 我那个休息的房间里面 就都是各种健身器材 什么哑铃配重 然后还有逃到很多奇奇怪怪的 很方便的健身的东西 就粘在墙上可以拉的 没有什么哑铃配重的 你就拿个桌子跟那去 这就是一个重量的帮助 对 我拿桌子椅子经常会有这种 学着点 已经被卷起来了 我吓人了